俄罗斯不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国家 尽管它有大量的实体财富资源 导致GDP实际上没有纸面上这么低 可耗了这么久 经济也快绷不住了 普京和泽胜都是无路可退的 谁认输谁就完蛋 普京不吞了乌冬 对国内无法交代 泽胜敢退让的话 一样要被收拾 北京时间6月5日 从去年秋季就一直传言的 万众瞩目的乌军扎波罗热反攻 终于开始了 到本文创作截止 已经过去了一周的工作日 在这一周内 乌军的大项目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又有哪些损失呢 扎波罗热战场上 双方有五个主接触点 卡面希克 库班 胡里埃伯勒 大诺沃西尔卡和弗勒达 就是夏图红圈内这一块 弗勒达在行政上属于顿涅斯克州 但考虑到这条战线的一体性 我还是将其纳入扎波罗热战线 先看俄军的部署 俄军在卡面希克 库班 胡里埃伯勒 正面部署有两个集团军 分别为第五集团军和第58集团军 大诺沃西尔卡正面的俄军 为东部军区的第36集团军 弗勒达正面的俄军 为太平洋舰队海军步兵1555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58集团军 这支组建于1997年的部队 先后参加过车臣战争 俄格战争 叙利亚战争 始终处于高度战备状态 俄乌开战后 58集团军从克里米亚北上 短时间内就拿下了 几乎整个赫尔松州 和大半个扎波罗热州 是俄军开战以来 占领土地最多的部队 为了防备乌军的反攻 避免出现哈尔科夫那样的大溃败 俄军从去年年底开始 将扎波罗热战线进行了堡垒化 修建了密密麻麻的战壕 并部署了大面积的雷区 面对俄军密集的兵力和完善的防线 乌军其实没有太多的妙计 只能正面强攻 从6月5日开始 乌军先是对俄军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炮击 然后出动装甲车和坦克强突 乌军至少出动了不少于10个旅的兵力 进攻非常猛烈 乌军一开始把进攻重点 摆在了大诺沃西尔卡正面 俄军聚首的新顿涅斯克村 并在经过一个白天的激战后 占领了这里 随后俄军在夜间组织反击 重新夺回了村子和附近的阵地 不甘失败的乌军又投入新的部队继续进攻 但俄军还是守住了阵地 在新顿涅斯克受阻的乌军改变了进攻方向 将重点放在了库班西南的洛布克韦村 经过一番激战后 一度拿下了这个村庄 不过俄军组织反击又重新攻入了村里 目前无法确定村庄究竟有哪一方控制 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数据 俄军在扎布罗热开打三天后 阵亡71人伤200余人 相当于一个营的伤亡 平均每天100人 这个数字足以说明 乌军的进攻不是试探性的 事实上 乌军的确投入了不少的本钱 根据这几天公布的视频 乌军损失了至少50辆的装甲载具 相当于两个营的装备 其中可以确认有一辆鲍2坦克 型号为鲍2A4 尽管乌军的实际伤亡 不会像俄国防部说的3700人那么多 但从损失的大量装备来看 伤亡超过1000人肯定是有的 而乌军的伤亡很大一部分 来源于俄军的炮兵 俄军在大量装备无人机之后 炮机的精准度和反应速度 有了很大的提升 可以实现短时间内的精确炮机 而且俄军防线较为完善 以下图为例 乌军的车队以密集的依次长蛇阵行进 这在战争中是大忌 这倒不是乌军笨 而是大量雷曲的存在 另可选择的线路非常少其狭窄 挤在一起就容易被炮兵一锅端 截至发稿前 乌军的反攻还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以目前的态势 很难复制哈尔科夫或者赫尔松的成功 乌军能够在哈尔科夫反攻取得成功 原因是俄军在去年7月北顿战役后 出于政治目的 让大量部队放假回国了 导致哈尔科夫一线兵力空虚 而赫尔松右岸 乌军用远程火箭炮炸掉赫尔松大桥后 又按几万俄军的补给就只能靠轮渡 再加上大量民众的物资攻击 时间一长实在吃不消 只能撤退 在扎波罗热一线 俄军这两个问题都不存在 兵力密集又紧邻俄本土 乌军不可能指望俄军不战而退 也没有简陋可能 只能靠强攻 不过以俄军防线的强度和乌军的伤亡 强攻难以持续太长时间 乌军得另想办法 最有可能的办法就是全面出击 寻找俄军弱点 找到后再来个声东击西 这里所说的声东击西可以是两个概念 一条战线中的声东击西 和不同战线的声东击西 第一种就是扎波罗热战线中的声东击西 前面说过 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战线有五个主要接触点 卡缅西克 库班 胡里埃伯勒 大诺沃西尔卡和弗勒达 乌军先是把进攻重点放在了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然后是库班方向 这两个方向的俄军兵力和战斗力都比较强 不太适合作为突破点 而弗勒达方向的俄军兵力并不多 只有一个太平洋海部 妖武无履 比较好打 乌军反倒没什么动静 这有点诡异 不排除乌军想在库班方向 充分吸引俄军注意力后 再在弗勒达来个突击 弗勒达的公路是直通马里乌波尔的 这也是俄军最不能掉以轻线的地方 第二种 不同战线的声东击西 去年8月份 乌军以赫尔松为重点 全线出击 全面试探俄军的防险虚实 可以确定的是 乌军在反击开始后不久 就发现了俄军在哈尔科夫的空虚 但是一直不动声色 而是一边继续在赫尔松大举进攻 吸引俄军的注意力 另一边悄悄在哈尔科夫市附近 集结了四到五个旅的兵力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突然在哈尔科夫方向进攻 俄军措手不及 蒙逼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阶段 乌军完全有可能故技重施 在扎波罗热重点进攻的同时 乌军在其他方向也没闲着 一边用俄罗斯自由军团越境骚扰 一边在阿特穆斯克推进 阿特穆斯克方向的俄军 主要是第二百旅 接替瓦格纳的车臣部队 和志愿者组成的第三军团 实力都不算强 乌军如果能在扎波罗热 完全吸引住俄军的注意力 是有可能在阿特穆斯克来个闪击的 当然这里得考虑一个变量 瓦格纳虽然暂时撤出了正面战场 但休整的地点距离阿特穆斯克不远 乌军理论上还可以选择克里米纳方向 这里最为致命 如果被乌军打通 可以直接切入到卢干斯克州中部 乌军内心最希望的肯定是这个方向 不过俄军已经预判了乌军的预判 在斯瓦托克里米纳一线 部署了大量的兵力 包括大部分空降军部队和西部军区的禁坦一级 虽说禁坦一级不靠谱 但空降军不是吃素的 乌军除非有能力把空降军调开 否则没什么机会 在一分析似乌军没什么太好的机会 那还反攻个啥 事实就是如此 乌军当前确实没有好机会 所以扎布罗热反攻才会被一再推迟 谁都看得出来 乌军这轮反攻从头到尾 颇有几分赶鸭子上架的意味 在经过接近一年半的俄乌战争后 西方公众已经出现了审美疲劳 而且伴随着高企的通胀和日益临近的大萧条 人们更关心自己的钱包 对援助乌克兰的积极性日益下降 以德国为例 去年俄乌战争爆发后 极端亲美坚决猿员乌的绿党支持率一度突破20% 持追社民党大又成为第二大党之士 可是到了今年5月 绿党的支持率已经下滑到13% 而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上升为18% 下一次大选选择党的斩获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就是不知道选择党内部有没有美术生 如果乌克兰不能拿出一点成绩 那就会渐渐被遗忘 所以扎布罗热攻势必须进行 胜败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弄出尽可能大的动静 何况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不行呢 俄罗斯并非无懈可击 其内部的状况不容乐观 今年1到4月 俄财政收入仅为7.7万亿卢布 同比下降了22% 其中油气收入更是同比大跌52% 但高变小了 众人不够分了 内部矛盾就会表面化 所以我们会看到普利哥金狂喷国防部 尽管有作秀成分 但双方有矛盾也是真的 乌军这时候发起进攻 未必完全没有机会 现在双方已经有弹尽良绝的趋势 无论西方再怎么武装乌克兰 乌克兰自己的体量就摆在这里 你喂那么多他也吃不下 俄罗斯的体量明显高于乌克兰 却也打不垮西方鼎力援助下的乌克兰 同时俄罗斯不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国家 尽管他有大量的实体财富资源 导致GDP实际上没有纸面上这么低 可耗了这么久 经济也快绷不住了 普京和泽胜都是无路可退的 谁认输谁就完蛋 普京不吞了乌冬 对国内无法交代 泽胜敢退让的话 一样要被收拾 这就好比一座独木桥上 两个人狭路相逢 注定只有一个人能生出 血战和绞肉机要真正的开始了 这种时候就看谁的意志力更坚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